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陈志庚 由台美文化生活协会和南加州客家会 发起的第一届钻石坝多元文化节 集合10个主流社团 配合钻石坝10月份的餐厅周 将在10月7日盛大举行 欢迎附近的社区居民踊跃参加 第一届钻石坝多元文化节 活动内容相当丰富多元 也得到了各族与社区社团的鼎力相助 届时展位会由不同社团 前来介绍自己的服务项目 还有来自当地15家餐厅 提供免费的试吃活动 主板单位希望透过活动 增加社区各族裔民众的交流 让大家尽心而归 创造了这个节 就是希望以后每一年能够继续办下去 让我们这么多族意 而且从年轻 从小孩的学校的 Parent Club Mom Club 到我们的Senior Club 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 交换大家有的这种文化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 已经得到很多餐厅的赞助 他给我们很多的各族裔的食物 然后也有各族裔的舞蹈 都来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 所以希望我们在礼拜天 10月7号早上11点到下午3点 在Petersen Park 大家能够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来欣赏我们各族裔的音乐舞蹈 还有品尝美食 然后也了解这些本地的这么多社团 在做什么样的服务 大家可以去参与 我们客家会展示我们客家的文化 以及一些文物 同时我们会表演一些 我们客家的传统舞蹈 除此之外 我们会展示我们客家美食 麻吉 同时我们会提供一些 传统客家特殊的煮法 煮的米粉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 活动中还有展示各个公家机关的水利局 垃圾公司警察局的警车展示等等 您可以观赏到来自各个社区 各族裔的舞蹈表演 还有儿童游戏 让全家老小都可以开心地体验这个文化活动 多元文化节会在10月7号 周日早上11点到3点举行 地点在Petersen Park 免费入场免费食吃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周日频道采访报道